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晶 好 今天呢 我要說一個話題 我不是在恐嚇大家喔 我不是在恐嚇大家喔 但是呢 我說出來之後 好像會變成很像恐嚇 就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去扶兵役的義難 你可能呢 要準備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在2024年的時候 或許在我們2024年 總統大選選完之後呢 政府呢可能會宣布一項重要的政策 就是義難扶兵役的期間 可能會回復到 就是延長至少一年 好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呢 大家知道這個 美國前國防部長這個艾斯培呢 他在 十九號的時候 在台灣 他發表這個演講 他用大西洋理事會的這個身份呢 到台灣來訪問 然後艾斯培呢 他就是建議啊 他建議什麼呢 他建議呢 台灣呢至少 男女 要延長 要延長義務的義期啊 讓年輕的台灣的男性女性 在軍隊中呢至少服役一年啊 然後呢 要進一步的加強後備軍人的動員能力啊 才能夠讓台灣呢 跟美國的盟友的防衛同步化啊 呃 女性當兵 我想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呢 他牽涉到的要改改變的整個的體制的 呃問題呢 太多了哈 我很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光是在呃 這個軍中 他因為他講的這個是義務役啊 這義務役呢 這個去服役呢 要至少這個一年 女性要去這個服兵役的話 我們軍中的軍中的所有的這些的防射啊 然後你都要改啊 然後呃 不管是說 這 對對 這個就是女性如果去服兵役 他所需要的設備 各方面跟男性他絕對不一樣嘛 然後軍營怎麼樣的配置 然後呃 你三你三軍 我我們三軍的女性來這個服兵役的話 他牽涉到的問題太多太多了哈 呃 我就不講說是戰力各方面的問題 你光是講一個設備各方面的 呃 要去調整軍種的各方面的訓練的項目等等 要調整那個牽涉到太大了哈 但是呢 男性呢去 延長至少服役一年的可能性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呃 因為呢 在美國啊 他們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從 在這個 川普的後期到這個拜登到目前為止 他們其實呢 一直在強調的呢 就是說 呃 台灣呢 要發展這個不對稱的戰力啊 那台灣呢 他們現在呢 就是擔心非常的擔心啊 覺得說台灣的我們的後背各方面的實力呢 都不夠 好 我們的這個伏兵役的現在這個期限呢 他現在已經縮短 因為我們已經改成木兵制了啊 然後男性的這個伏兵役只有四個月 好 在這種情勢之下你根本 你四個月就就是參加夏令營啊 東令營啊 你四個月能夠訓練到什麼 好 那所以呢 他們就是不是我們要弄後背動員署嗎 呃 蔡英文不就是在他的這個演說裡面提了嗎 然後我們國防部不就是依照這個來去規劃嗎 然後還要去跟這個美國的呃 國民兵呢 展開各項的各項的這些的合作等等啊 因為美國呢 他就是整體的這個大戰略 他就是台灣要發展不對稱的戰爭 好 然後呢你在採購的武器的項目之上呢 呃我又不讓你呢 進行真的是對這個中國大陸呢 呃有產生足夠威脅的能力的源頭打擊 所以他賣給我們這個F16V 但是不給我們不給我們遠程飛彈 好 然後呢他海馬斯呢 拿去給拿去給這個烏克蘭用好 那也不也不給我們這個海馬斯 川普時期答應我們的一些軍購項目呢 到拜登時期的時候通通都減好 他就是要在印太地區呢 形成的一個態勢是什麼 這個態勢是說他要在日本 他要在韓國啊 他要在整個南太啊 好包括這個東協啊 越南啊什麼這些國家 菲律賓啊這些國家 形成一個包圍網 他這個包圍網呢是要去嚇阻啊 中國大陸呢不管是在台海或是南海採取行動 要去嚇阻他們 可是呢一旦呢台海之間如果發生了戰事的話 到目前為止看得很清楚嘛 美國他是不會出兵的 我們看到烏克蘭的例子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不會出兵他不會出兵啊 他如果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的話 美國不會出兵的他在烏克蘭他也沒有出兵啊 然後烏克蘭的情形呢 就是非常的清楚就在於說 今天除非是美國和北約參戰 好否則他的戰 否則他的戰事呢他不會逆轉 他就是這樣子拖延 他就是拖延多久的問題而已 而他拖延的越久 對於烏克蘭的人民來講他的傷害就更大 好那到現在為止沒有人 沒有人敢叫這個 敢叫這個澤倫斯基就說 你出去談判該叫停了 現在呢是兩個 你跟俄羅斯呢必須要談判的時刻 沒有人特別是這個西方這些國家 他沒有人敢去講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好就是說當初這個季辛吉呢 他在第一時間提出來就是 烏克蘭啊他應該要去 讓出啊承認一些 比如說像克里米亞啊承認的克里米亞已經是屬於這個俄羅斯的這個現實啊 然後在土地上面呢 要有所這個 要有所這個 真的是這就是割讓了嗎 就是簽就認輸 然後割讓 哇那就被這個澤倫斯基罵死了 被澤倫斯基罵死了 你不記得你你自己是在 呃在二戰時期的時候 你這個被納粹 被納粹呃這樣的迫害啊 你這個猶太人 好 那所以誰敢提呢 好然後那個呃 德國的總理肖茲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態度上面出現比較曖昧的這個時候呢 也是被罵啊 好 那法國總統呢顯示的非常的這個積極 可是他一開始要想要去跟 他一開始的時候跟這個普丁的會談 或是呃一些想要去彈劾的舉動 也是被罵啊 也是被罵 就沒有人敢去做這種舉動 你現在如果說呃拜登他們真的是在後面 叫這個澤倫斯基說呃你去談判 好現在應該跟教廷的話 這樣子的東西他是瞞不住的 然後呢這樣的東西呢 如果被揭露出來的話 你你拜登就是民主的 你拜登就是民主的叛徒耶 就變成是說你竟然啊 你竟然呃在普丁用戰爭去取得土地的 取得土地不管他用什麼樣的言語了啊 取得土地這樣的行徑之上 你就你認你認輸了好 台灣的情況也是如此啊 所以呢他現在呢 美國的這個策略跟戰略就是你台灣 自己要先武裝起來好 那你現在的這個軍力根本就是不夠啊 所以呢 2024年啊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年年底選完這個九合一大選 那明年就開始總統大選立委選舉起跑啦 呃有總統候選人會在那個時候提出來 這麼不討人喜歡的這個政策嗎 不會啊 但是呢等到這個2024年 應該是年初吧 好我們應該是在年初 呃依照過去的這個慣例啊 就是在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完了之後 啊在新的總統520就任前的時候 可能就會宣布這個重大的這個政策啊 因為呢依照這個呃美軍方面的這個 的各種各樣過去長期以來的各種各樣的兵推 他們認為2027年就是一個台海會發生戰事的一個危險的時間啊 好那他們的估算的盤算是這樣子 就是說 習近平今年底 喔 呃二十大 他要展開他的第三任的任期嘛 那今年是2022 對不對 然後再加個五年就是2027 然後他在2027好除非有天崩地裂的各種各樣的這種意外的話 他非常的有可能還要擔任第四任 然後那他要擔任這個第四任他總要是有一個很堅實的一個理由就是 呃讓全中國人民支持他好繼續好要擔任這個第四任 那有什麼比完成國家統一更重要的使命呢 更何況呢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會牽涉到這個美國的總統大選好 然後呃接下來上來的這個總統候選人是誰 呃總統當選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好 可是呢美國呢他在這個印太地區 他現在在全世界上面的唯一的對手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就是中國所以呢他去對抗啊去去反制這個中國這個崛起 壓制中國崛起的態勢只會越來越強啊 當這個艾斯培在台灣講出這個言論的時候 美國的呃伯克級飛彈驅逐艦班福特號 好在台灣的時間的19號呢通過台灣海峽 大陸的航空母艦呢山東號他們19號呢是並行台灣海峽 你覺得大家是隨便兩個艦是來玩的嗎 他不是來玩的啊 所以呢呃中美的對抗的這種態勢呢越強啊 呃美國呢要台灣自己武裝自己的意志呢就越堅定啊 他不會出兵保衛台灣而是要台灣自己把自己武裝起來 所以呢呃我們過去呢小時候 像我們小時候我們在唱那個什麼哥哥爸爸真偉大 名譽照我家為國取大張當兵笑哈哈哈哈哈哈 當兵一點都不笑哈哈 而在2024年的時候所有的沒有當過兵的 男生們請注意了 你可能要面對的就是2024年的時候 會宣布我們的義男的服役的期限 在軍中服役至少一年的 這樣子的一個驚天霹靂的消息 來吧 行 你 嗎 有